各稅局提醒民眾在新冠疫情期間推出的經濟復甦回購底稅將於5月17日截止申請 這項回購底稅針對的是2020年或2021年未收到紓困支票的納稅人 特別是因收入水平低而未申報稅的民眾 這些民眾如果在2020年期間是美國公民或稅法定義的居民 並且擁有在截止日前頒發的社會安全號碼 同時不被其他納稅人列為受撫養人也有資格申請這項抵稅 各稅局強調即使是在2020年或之後去世的人 他們的家屬也可以為期申請2020年度的回購底稅 納稅人需要在截止日前提交2020年度的稅表 而2021年度的回購底稅申請截止日期 則延長至2025年4月15日 另外符合條件的納稅人可以通過免費報稅服務 和老年人稅務輔導項目獲得免費的稅務申報幫助 天下衛視劇者編輯報導